女士們 先生們 曾博恩 哇 有掌聲欸 好酷喔 嗨 大家好 這就是 他不就是一個關頭掌聲而已嗎 這一間沒有現場觀眾啊 喔 這樣喔 你希望現場觀眾很多是不是 好多聲音喔 好酷喔 你希望現場觀眾很多是不是 我比較習慣有現場觀眾 喔 這樣子喔 果然是一個做大的脫口秀演員 喔 不好意思 套句庶民語言就是你知道啊 就翅膀長硬了 喔 馬上膝蓋中一下 沒有啦 嗯 真的喔 那個我應該這樣說 因為他們是脫口秀演員 然後脫口秀演員就很習慣跟現場那種即興互動這樣子 所以說你知道像這種面對麥克風 或是單獨面對攝影機這種講話 你應該非常不習慣對不對 還真的不習慣欸 因為我發現一件事情 你上每一個就是要interview的那種訪問面對鏡頭啊 都很乾 極為不自然 欸 對 真的 我想說你不是舞台經驗很多嗎 怎麼會遇到攝影機或是遇到麥克風 會變得這麼的 你也不能說他聲色啊 就是聲音 但是 你就覺得跟他在脫口秀那個 那種感覺完全不一樣這樣子 對 怎麼會落差這麼大 你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我覺得每個人都還是有自己的舞台啦 這樣不是你的舞台就不要亂上這樣 沒有啦 呃 因為感覺很不一樣 我們之前講脫口秀的啊 我們都會說這個表演是一個有機體 然後段子不是你在家裡面寫完 就是你要跟觀眾一起完成的 所以它是一個活的東西 可是當失去了觀眾的時候 對我們來講啊 好像就少了一半的感覺 你無法獨角戲 對對對 我沒有辦法對著一個死的攝影機 很 或是死的麥克風 對對 演得很開 我覺得蠻難的 欸 現在是我在訪問你了 所以說如果譬如說你從這個錄音室旁邊經過 然後看到我一個人在那邊自言自語 對麥克風講話你覺得我是神經病是不是 我會覺得非常厲害 真的嗎 我沒辦法做到啊 可是那個就是我們的工作啊對不對 就很多譬如說 像我們去學校跟一些什麼傳播科系的同學 在分享經驗的時候 我就說你們真的千萬不能 懼怕麥克風 跟不能 不能懼怕攝影機 因為那就是以後你們 你們吃飯的傢伙了 對啊 你們都要長期的一個人在 對 對 但還好啦 有你們這些人來 來那什麼 就是跟我們聊天啊 瞎扯蛋啊 我覺得是挺安慰的 謝謝你 謝謝你今天因為 欸 等一下 我要先說一件事情 我要先說一件事情 今天能約到曾博文真的是啊 祖上積德謝你願意來啊 沒有啦 沒有啦 這剛好啦 附近附近而已 前幾個禮拜 我訪問到那個 你錢東家的那個 那個 Social哥這樣 對對對 然後呢 他就說 嗯對啊 像那個現在台灣幾個 比較講得出口的 脫口秀演員啊 他就其中講了你的名字 他舉的例子不多 你知道嗎 他其中第一個就講到你的名字 哇塞了 不好預感 然後我就說 那他現在一個 一個人的場子 可以撐到多少這樣 他說大概四五百人 沒問題 啊 巨星耶 你知道台灣脫口秀的風氣 還沒有那麼盛行 他現在已經可以一場到四五百人了 所以你應該算得上是天王等級的人物了吧 在脫口秀進去 沒有沒有沒有 就只是小本經營啦 對啊 小本經營 夜夜秀搞成這個樣子 還小本經營咧 對不對 對跟大家那個前情提要 提要事項如下 就是因為這個 曾博恩先生的最近在弄一個很像是 談話 欸 talk show對不對 對 talk show 就是那種深夜的 為什麼會想要做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這個形式比較像是 像在國外什麼艾倫啊 嗯 然後歐普啦 像這種類似比較輕鬆的脫口秀 嗯 它的涉及範圍也不像是我們的譬如說很單一的談話性節目 也不像那種政論評論性節目這樣 你是蠻綜合的對不對 其實有點像要把你剛才講的那兩種節目結合在一起 嗯嗯嗯 就因為假如說我們現在想要關心台灣的議題 嗯嗯嗯 你的選擇就大概是新聞或是政論節目 對啊 然後你會發現新聞很無聊 然後政論節目都很生氣 對對對對對 他們超級生氣 他們整天都在吵架 所以我想說想要關心時事 為什麼不能把它當笑話來就是很輕鬆的看 嗯嗯嗯 可是在台灣這個環境就很難啊 大家一提到政治就是劍拔弩張 特別是最近選舉要來 對對對 我最近有發現這件事 就上傳到網路上的影片啊 下面的人都好生氣喔 等一下大家看到你不是應該開心的嗎 欸明明是個搞笑節目 可是觀眾超級生氣 啊真的喔 我就覺得他們是不是都從政論節目跑過來 所以他們就覺得啊我要關心時事 我應該要很生氣 就還誰知道看到是個搞笑節目 他只不過有沒有包裝的脫口秀之名這樣 但事實上是一個很搞笑的東西 啊所以說你最近不是精神壓力還挺大的嗎 如果遇到這些事情的話 很大啊對啊 對啊在網路上很多人罵 就正反兩方 所以是一半一半是不是 就喜歡的歌 也沒有 對一半一半 就有一半的人超級討厭這個節目 然後有一半的人說我們給他們鼓勵嘛 那你這樣到底還要不要募資啊 算募資期已經過了啦對不對 但是好像募資的過程還算順利對不對 前期我們覺得沒有達到預期啦 但是後面跟著一些可能我們推出去的訪問 像是柯文哲啊或是 欸對他們請到咖都好大 我就想說天啊 他不是那個脫口秀新生蛋 都請到這些咖 我們收集這些裸照收集很久 蘇貞昌丁守中黃國昌柯文哲呂 士軒熊仔閃靈 娛樂圈的這三個我是有請到過啦 你知道其他這一些政治的大咖 沒有一個願意來上節目 也是我們沒有邀啦 因為節目屬性不合 裸照要先收集好 好的啦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他們對於一個脫口秀新人 如果真的依照他們的資歷的話 你相對來說年輕很多嘛 30歲不到 然後又要訪問這些 所謂在政壇上面很資深的一些前輩這樣子 那他們當初怎麼願意會到柯文夜夜秀來 我是覺得超級奇妙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人不是我在邀的 然後每次邀到都會覺得 哇怎麼邀到 我自己都有點嚇到 就是有點像我剛才說 今天訪問到曾博文 有點組上基德那種感覺有沒有 但我覺得 你態度很冷我不是很開心 對不起對不起 你剛剛那句態度非常 沒有啦沒有啦 真的我不知道怎麼回了 你怕尷尬是不是 我超怕尷尬 真的喔 我現在一直被別人說什麼很尷尬 其實我講老實話 我自己看不出來哪裡尷尬 可是那空氣凝結感超重的啊 就剛剛那一秒 可能是我的職業有關係 因為我們就一直要塞花 要把空拍填滿對不對 對然後只有0.1秒的那個空啊 我們都覺得說不行 被放大了 對我們要馬上接話下去 但後來我發現就是 這個節目越做越久啊 我就疲了 你知道 我就想說隨便你要不要接話這樣 反正我們這種已經老屁股的人 就是也不怕空秒 尷尬就讓你們去承受就好 頂多就放個音效這樣 我發現音效很有用欸 我們那個樂隊原本是想說 你們可不可以幫一點忙 結果他們就是呆愣在台上 有請樂隊跟沒請樂隊完全一模一樣 不是我說的 不是我說的 現在他們害我 現在他們很好啦 我看到他們跟你的搭配 他們越來越有那個感覺這樣子 知道什麼時候要踢進來 請回答我就是 請到這些大咖的那個心裡面 會不會有一些譬如說受訪的壓力 喔當然啦 我超怕的 很怕得罪他們你知道嗎 可是你做這個節目不就是 準備要被人家告嗎 你覺得是喔 一開始 到現在還沒有人告我們 覺得很沒成就感 沒有達到目標 完全印證了一件事情 人性就是那個字 賤有沒有 超賤這樣 回來講那些來賓好了 因為我覺得主持要主持得精彩 你要跟來賓來來回回 然後你要有那種衝突感對不對 來賓講什麼 一來一回啊 對你要說沒有啊 不是這個樣子啊 你要挑戰他 可是當你邀到的都是大咖 我完全不敢挑戰 就是蘇貞章坐在你面前 他講一 說一就是一啊 你怎麼敢說 沒有啦 你不能這樣 沒有你幹嘛不敢得罪他 一來就是你知道 我可以戳你奶頭嗎 之類的有沒有 應該要這樣 真的 當初應該是要這樣 你要敢玩一些些 但那種敢玩又讓他們的幕僚 直接摸他的頭這樣 所以我聽說這樣會帶來好運 可是我聽說這些人私底下都不會像台上那麼劍拔的 你看到那種表面上 譬如說平常在麥克風前面或在鏡頭前面 就是情緒很高 這些政治人物 我聽說私底下每個都溫良 每一個喔 我想說我看到是同一個人嗎 你們剛剛不是在電視機前面就是很兇 可是為什麼私底下 我聽好多人說你們私底下都很溫良公儉讓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是這樣子 他們針對不同的事情會有不同的態度 是齁 因為他們能做到那樣子的地位 他們一定是對某些事情也有堅持 OKOK 可是私底下 反正大家都做個朋友 我們也沒有必要什麼劍拔奴 哇你現在交到不少大咖朋友 沒有這個講這句話的意思就是還是不敢得罪他們 真的 好這次要為大家介紹的是這位 這個我應該說脫口秀的 他不能算新人 因為其實他做脫口秀已經有好一段時間 那他最近有一個小小的理想跟目標 想要做一個類似於像美國深夜的談話性的這個脫口秀節目 叫做博恩夜夜秀對不對 好等一下再跟大家來聊聊 博恩夜夜秀裡面到底有哪些不為人知的辛酸 跟他到底現在已經得罪了誰呢 這裡是I Like Radio中廣流行網 你所收聽的節目是Midnight You and Me 我是豆子 對面做的是脫口秀的猩猩啊 曾博恩先生 哈囉大家好我是博恩 啊對不起說錯了 他怎麼是猩猩呢 他就是巨猩 我還以為他說猴子耶 爛哽連發 超爛 超爛 好那今天要為大家介紹 是他這個應該算是上是他這個表演過程當中的一個理想對不對 要做一個屬於台灣的美式深夜脫口秀的節目 嘗試一下下啦 等一下這件事情是也要永續經營嗎 還是說其實你只是玩票性質的 我當然是玩票性質啊 現在年輕人沒有在投資未來的 不是你剛開始不是說你就想要做一個就是可以維持下去的一個脫口秀嗎 會這樣想啦對啊 就想說台灣要有這樣的節目 那不要說玩一下下就沒有了 我以為就是你當初募資就是要讓大家募資 然後讓這個節目真的很穩了之後 然後maybe以後到電視台去談一個什麼頻道 然後有一個什麼時段播出 原本真的是這樣想啊 但你知道 我沒說錯嘛對不對 對沒有沒有說錯 可是電視台就 No 反正我們的內容 你們有去努力嗎 我們有 其實有 還蠻多電視台有跟我們聯絡 可是他們都會附帶一些條件 你不能講什麼 你不能講什麼 因為每個電視台都每個電視台的立場這樣子 他們怕得罪了這樣 對 後來就覺得幫手幫腳 那乾脆不要 欸會不會覺得很可惜 這件事情 其實 有 優點跟缺點啦 像電視台的話他們資源很多啊 然後你知道我們現在在三創路嘛 我們每個禮拜都需要重新把那個舞台 搭出來 然後再拆掉 然後這樣超累 可是如果電視有個棚 對對對 就沒有這個問題 固定的棚他就固定在那一邊 對啊 可是像假如說電視台他還要審稿 然後像是什麼NCC還可以 我不知道規定一種規定系的 就會覺得很煩 然後一堆廖北亞的觀眾朋友 如果就講到他很不爽的地方 要去NCC檢舉 對啊 然後你們又多了很多事情這樣 這樣就沒有那麼好看了 所以說現在計畫或是戰略有改變是不是 現在我的計畫就是先活過今年 等一下 你現在目標變得這麼小喔 我們 我們 你知道我們那個 我們資金快要見底了 就你不要看那個募資網站 破兩百萬然後感覺我們募資還算成功 我以為你們算順利的耶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每一集都虧二十幾萬 所以虧到年底大概就可以 你知道回去當上班族 不是如果你現在就虧的話 你為什麼你為什麼現在不就收起來就算了呢 這是很好的問題 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一開始很笨 就是場地全部都定下來了 你看有沒有 就捅出自己的簍子來 對不對 可是真的很可惜啦 說實在話 因為其實有些時候是因為大環境真的沒有辦法去支持這個東西 那他終究理想還是理想 可是總比什麼都不做好 因為你嘗試過了嘛對不對 就起碼你知道說嘗試個幾集 然後知道台灣到底有沒有這樣的市場 Maybe以後休息一段時間之後 再出發做更好更升級版的博恩夜夜秀啊 對啊我之前就跟粉絲講說 他們就問說 2019年還會有博恩夜夜秀嘛 我說你不要擔心這個啦 2019年沒有 不代表2039年不會有 謝謝曾博恩 你們對未來要有點希望嘛 這就好像譬如說 期待那個捷運錄網完成有沒有 就是那個很完整的捷運錄網 大概到你老年的時候它就會建成了吧 期待很久這樣子 未來是光明璀璨的 對啊 你這樣人生觀是這樣啦 對啊 可是老實說做這個節目啊 你說你們製作團隊的人其實不多嘛對不對 那每個禮拜都要出一集 像現在這樣的時間的話 你分配的還算來得及嗎 還是說其實有些時候你自己都覺得 一天24小時不夠用 我以前都會跟別人 我以前有聽說一個說法 我大學的時候啊 我都會有個人跟我講說 課業愛情跟睡眠 你只能三選二 就一定要捨棄一個就對了 對對對然後 然後我以前就捨棄愛情 就是捨棄人際關係 那剩下你可以顧課業跟睡眠 那現在出了社會之後 我都跟別人講說 你事業健康跟人際關係也是一樣 只能三選二 然後我現在就是捨棄睡眠 所以我這個時間早點來 是其實不是很好的對不對 OK啦OK啦 真的喔 因為一個小時還好啦 跟我每天的睡眠時間差不多嗎 等一下你晚上十點多睡覺了沒 如果依照你正常的作息的話 我現在沒有什麼正常的作息 我現在是 我累了就睡一下下 然後想辦法趕快起來 然後再繼續寫 欸你才二十幾歲耶 欸你就燃燒生命燃燒成這個樣子啊 啊沒辦法 大家還不多給他一些知識 不能辜負大家的期待啊 最好事啊美里 我不能辜負那一千三百多個有募資的人啊 還是要對得起入場買門票的人對不對 OK所以說其實這一切都不是 就是我們看那個節目的成品都覺得說 哇好華麗好棒 然後博恩好好笑 美里其實有一些東西 其實他的觀點跟你心中所想的那個觀點不太 因為其實他們講到很多話題是很爭議性的 比如說什麼同婚不同婚啦 對不對 能源政策啊 這些都是你看選舉即將到來 然後大家價值觀都很不同的話題 但你們卻敢在節目裡面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某部分來說 做這些話題其實心臟要蠻強的對不對 要啊然後就要想說我們到底最後 因為其實大家都說什麼你立場要中立啊 你要理性討論啊 怎麼可能在台灣 立場不可能中立 可是我們想說反正我們搞笑節目嘛 我們就講一個不可能是我們真正心理想的立場 就像能源那一集我們最後的答案是什麼 擲筊 對 超好笑 突然從他口袋裡面 對你怎麼可能國家的重要能源政策用擲筊決定嗎 所以不可能 你給那個理由還蠻好笑的啊 對不對 就是你私人的事物你都可以靠擲筊靠神明來決定 對那這麼重要的事情怎麼可以不擲筊 對你怎麼可以忘記神明呢對不對 神明才是主宰在宇宙這一切 還有道理對吧 對我覺得很有道理 不如大家就擲筊吧 身奧關堂 擲筊就好了 對這就是我們節目的中心思想 可是真的有人很認真對不對 這個倒是還好 因為已經夠明顯 我們以前 夠明顯的是搞笑就對了 對我們以前 假如說我們開玩笑的立場 不夠開玩笑就會有人很認真來哄這樣 所以每個禮拜就是節目做完 你還要去承受那個底下留言的心理壓力 對不對 對我現在都盡量不看啊 有人跟我說欸有點太嚴重了你看一下 就出事了才看一下這樣 沒有一般事物的話 那就選擇稍微不看這樣子 對不對 OK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算得上是一個新的嘗試 我個人覺得啦 為什麼今天會請你來 就是因為我覺得你真的很勇敢 謝謝謝謝 勇敢 這個形容詞 實際上就是被罵 我沒有罵你啊 我沒有罵你啊 假如說你上傳一張你旅遊的時候拍一張很美的照片 然後你期待別人稱讚你說哇好美喔 可是別人說哇你知道天氣真的好好喔 就是完全被罵了這樣 就譬如說你今天穿的那種爬哩爬哩這樣出去這樣 你就希望人家會注意到你的造型或是衣著嘛對不對 對對對 結果別人都說什麼 欸你看起來氣色好好運氣天氣很好 真的真的 你心中就是一個字啊 食日食人乾啊對不對 對 所以說呢 就當一個節目 你費盡心思要把它寫得很好笑 然後別人說哇我覺得你很勇敢 就嗯 謝謝 謝謝豆子哥 真的很好笑啦 我每次看到秀海還熱淘淘好嗎 不要這個就不要啦 我懂我懂 Too much對不對 好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習慣了啦 尷尬這樣 好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跟這個曾博恩先生來討論他的博恩夜夜秀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為大家訪問到的是曾博恩先生 這個 他除了一般的就是正常他自己的脫口秀的演出之外 他最近就是很理想性的弄了一個很像美式的這個talk show這樣子 然後呢除了會討論話題 會訪問明星之外 其實你當初就想要弄樂隊這件事情是不是 喔因為那時候就想說國外都有 反正我們就抄嘛 抄國外 你講的這麼直白啊 對啊網路上已經所有人都說我們在抄 對啦我們抄怎麼樣 然後就想說連樂隊都抄吧 可是那個設計不容易耶對不對 那個 對啊就是舞台要長的 其實我蠻滿意舞台設計 舞台設計還真像 舞台設計還真的不錯啊 國外的talk show大概就是那個 譬如說聊天區啊樂隊區啊 然後那個你那個位子就完全就是 你一坐上去那個氣勢都來了 你知道其實曾博恩他本人看起來就很像一個小男孩一樣 但因為那個節目的關係 他要穿西裝打領 大家一坐到那個一坐到那個上面就覺得 哇天啊架式都出來 雖然說他是用很搞很搞笑的方式 在評論這些史事或評論一些社會的現象 但我就覺得說有那個氣勢出來 真的啊我自己看會覺得很像小孩子在辦家家酒 剛開始看我會覺得有點感覺 可是可是越看到後面我會覺得說 欸這樣好像還蠻合理的 所以坐上那個主播台其實是有一些 就是我覺得好像就像雞同上身一樣 就是自然穿上那個西裝 或自然坐上那個主播台 你那個魂就不一樣了是不是 的確是不一樣 可是有好有壞欸你知道嗎 就我像我們第一段講 就面對攝影機會比較生硬 面對一個攝影機 我本來就會比以前講stand up的時候更生硬一點點 我覺得穿西裝更會拘謹你知道嗎 那個肢體沒有辦法放開 我肢沒有伸展這樣子 反正他會給人一種專業感 因為專業就是要穩重 就是不要動來動去 可是當你表演的時候 又會覺得啊我好像被綁住了 可是我覺得你越做越好咧 說實在話 也不能不越 總不能越做越差 所以他有預計要做幾集嗎 或是做幾集這樣子 現在預計就是做十集 然後會播到十二月底這樣子 目前已經做了幾集 昨天拍完第四集 我在錄音的昨天就是 對錄音的昨天 十一月十四號的時候 已經錄了 訪問來賓是丁守中 丁守中 丁守中 丁守中有在關注博恩夜夜秀耶 他有啊 因為我們寫 我們完全抄他的競選歌曲 然後搶他 對啊 什麼Bandong 什麼Bandong 在你手中的 詞是你想的嗎 詞不是我想 可是概念是我想的 我就丟給我的寫手 我說我們今天要拿這首歌 來稱讚一個 完全不值得被稱讚的東西 就把它弄得很慎重其事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們會下去寫什麼 我說這個東西最好是食物 我不知道什麼食物 隨便你們想 然後他們就說 好那台鐵便當 就他還真有 曾博恩還真有心耶 他還真的跑去台鐵便當 那個櫃台前面拍一張照片 對對剛好 為了配合這首歌曲 我還拍了一張照片 你看丁守中 我跟你都那個便當同好人這樣 他也有去拍啊 真的假的 就剛好那個週末 我們兩個人可能都是要出到外地吧 然後兩個人都賣了台鐵便當 然後就有那個荒謬的饒舌的歌曲這樣 可是就是你的節目 因為剛開始沒什麼知名度 突然被這種就是名人關注 會不會覺得其實還是有一些成就感的 啊對啊 就像我們之前講的 他還主動hashtag你對不對 對 他tag我 我真的被tag的時候 有點快被嚇死了 就以為要挨告 但是 我們一開始的目的就是要到處惹別人啊 看有沒有人要告我們 什麼變態的心態啊你 沒想到丁守中就是沒有要告我們 而且還很喜歡你們對不對 對啊他昨天來嘛 然後 我們在那個後台 其實聊得蠻開心的 這樣子 對 所有所有的那個所有的政治人物 或是特別來賓 到到你們的節目去 你們私底下聊天 其實都算聊得很開心 是不是 就是這樣 那訪談之前 我覺得一定要先聊天 讓他知道你沒有敵意 就算等一下在台上開什麼玩笑 都是 就是 那你很勇敢耶 你到我節目 其實我事前根本就沒有跟你溝通什麼東西 你就來了耶 對啊我還以為要先聊一段 沒關係啊 豆子哥很好聊 我就直接開始 那是因為現在你已經錄到這邊你才覺得我好聊啊對不對 剛開始心房多重啊 真的我們回去聽前面幾分鐘 尷尬 好啦 其實 謝謝曾博文今天到節目當中來 是因為這個 墓資這件事情現在已經結束了嘛對不對 對 就到11月18號 所以說真的很不好意思 還是比較晚邀請你到我們節目當中來 但是您真是大人不棄小人過 你還願意來我覺得非常開心 謝謝曾大哥 快別這麼說 貴 所以未來還會有什麼樣的計畫 除了博文夜夜秀之外 喔 我不知道這能不能講耶 怎麼了你說說看 明年有個神秘計畫 這樣子是不是 就是想說 因為我們現在啊 就是 我不知道粉絲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連站起來的那個票 都有點貴 那其實是為了要支持夜夜秀 因為夜夜秀完全是個大虧錢的東西 然後 我覺得這樣不太對 尤其是對窮學生 所以 明年想要有個計畫是那種 比較回饋一般庶民百姓的就對了 尤其是學生族群 OKOK 所以說現在台灣 就是看脫口秀的風氣 有漸漸的變得比較好一些 我覺得去年很明顯的大暴增 因為 我們以前啊 做現場 有40個人 我們就覺得 哇好棒喔 40個人願意出來 來聽我們 可是現在 我現在的演員都被寵壞 沒有100人 他們就覺得 這什麼小場啊 真的假的 可是任何人都有 剛開始爬坡的時候吧 對 但他們沒有經歷過啊 然後 他們就會覺得 一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 你入行幾年了 脫口秀這個行業 認真開始講 是從16年底 所以 大概剛滿兩年 所以 所以剛開始 你人數最少的一場 你有記得是幾個人嗎 哇人數最少 有個位數的啊 不超過10個人 對 不超過10個人 我忘記 確切是幾個人 你又這麼怕尷尬的人 那如果不到10個人 不就尷尬至極 喔真的 但 尤其是 現在還有辦法解決 然後 像現在 我們兩個講話其實也還好 對對對 你就想像多幾個人 對對對 這樣其實 有經驗的人就會知道 要怎麼做 那是因為現在我是主持人 你是來賓啊 對啊你有經驗啊 所以你不會怕嘛 可是沒有經驗的時候 你面對 假如說我們前面有五個 五個觀眾 而且他們的身份是觀眾 他們不會跟你丟街球的那種 對對對 尷尬死啦 而且 很菜的時候 你所有的內容都是你準備好 你也沒有辦法脫稿演出 對對對 那時候真的會很嚇死 現在比較感激性創作了對不對 對對對 就那個時候就是真的 譬如說稿子寫了什麼 就是硬背背起來 這樣任何一個笑點 任何一個橋段 任何一個梗 其實都是要經過精密的設計 但那個時候其實不太敢 就是剛開始出道的時候 不太敢改稿啦 對啊 也沒那個勇氣改 對對對 但你還是安然度過了 而且現在變得這麼好 還好還好 也沒別的 就是翅膀掌印了 我是覺得已經好過了 現在開始逐漸走下坡 沒有硬的好 好不好 受不了 很難聊的來賓有沒有 誇獎他也不對這樣 好 所以說未來這個2019年 他還有很多很多的計畫 但無論如何啦 我覺得這個台灣 就讓這件事情 變成是你生活當中的一個習慣 因為你知道 其實在西洋 下班之後 大家穿襯衫打領帶 去看脫口秀這件事情 變成他們一個很日常的生活了 Maybe不是每一場都大場 當然其實禮拜六禮拜天 那種假日常識 還是很重要 可是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繼續找一個喜歡的脫口秀演員 走進去 你會發現其實生活還蠻 就是因為這些脫口秀的妝點 其實還蠻有趣的 讓他變成是你的人生 可以苦中作樂 對 我們會有樂 其實就是因為有苦的關係 真的 對不對 是個對比的 你這還不到30歲的人講 我真的覺得 有點滄桑你知道嗎 你怎麼會有這種感覺 我已經看透人生了 大約大趣之欺負而已 好 你的臉書粉絲團我要怎麼搜尋 我的臉書粉絲團叫 博恩站起來 Stand up Brian 立馬讓我想到 博恩那一包 欸 不是不是 完全不是好不好 走清新路線 是有他的意義的啦 博恩站起來對不對 Stand up 站起來的意思 對 中文翻脫口秀 但英文是stand up OK好 就是那個stand up comedy 對不對 好就是博恩站起來 那個博恩就是那個博愛的博恩會的恩 對不對 不是別的博 所以也不是情色 我沒有再延續下去了 閉嘴好不好 對不起 OK好 請大家繼續支持 雖然說他們預計做10集了 但如果以後還更有能力的話 希望這個很好的脫口秀計畫 能夠一直持續下去 然後也預祝你這個 脫口秀的人生 脫口秀生涯 能夠越走越順 感謝感謝 我才感謝你來我們節目當中 謝謝曾博恩 你的脫口秀名稱就叫做 博恩夜夜秀 謝謝博恩謝謝 謝謝